2024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10月登场 日前针对获选MIT新人推荐 以及原住民艺术特区推荐的艺术家 文化部特别举办受证颁奖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会在台北艺术博览会展出 请您观看 接下来再介绍的是太阳 这次获邀参展的台东阿美族艺术家鲁碧斯瓦娜 透过植物映染在画布上 呈现灵性与大自然神性的连结 他享受着山林的一草一木 即便被虫咬食的叶片都是创作的素材 我喜欢做这个创作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可一切的 就是未知的 但是因为我们熟悉大自然的这些素材 画画草草和树木和森林的那一切 所以它其实会吸引我 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 获选MIT新人推荐艺术家的廖昭豪 尝试在纸浆上重现细腻的西洋产业 磨石子的传统工艺 包括刻意的军列设计 呈现斑驳墙面唯妙唯小 其实我主要就是用纸浆这个媒材 去尝试我们在台湾特别是南部的庙宇当中 有这种传统式的利用铜线磨石子地板这种工法 去呈现的这种所谓的吉祥寓意的一个图像 文化部这一次也因为黑潮计划 有一个参加视觉艺术展会的这个计划 2024 MIT新人推荐共有165位报名 8位艺术家脱颖而出 比往年更加竞争 已经连续举办16年的MIT新人推荐 共有128位获奖 是新锐艺术家的摇篮 随着时代的改变除了传统的媒材 也更多新媒体 甚至有AI这一类的创作 可以看得出来台湾是一个创作力 非常蓬勃而且多元的地方 而我们也非常期待 透过年轻艺术家的这些创作呢 为台湾的整个艺术环境而不断的注入活力 MIT新人推荐特区与原住民艺术特区 将于10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 2024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展出 这将是新锐艺术家们 与台湾原名文化艺术 与国际艺术交流大放异彩的最佳舞台 人间新闻 陈欣宋艺术 台北采访报道